冥笛声响起 炮弹从军舰发射 火光照亮舰艇 美军在中东地区动作频频 1月28号有三名主约弹美军在亲伊朗冥丁的攻击中丧命 让美国展开一系列报复行动 美军对发动攻击的民兵组织展开大规模空袭 在民兵掌握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据点使用125枚精准导弹 在30分钟内攻击了7座军事据点85个目标 成功摧毁其中84个 目前确定叙利亚至少有23人在空袭中上命 虽然发动攻击的民兵组织背后都有伊朗支持 但美国仍然没有直接对伊朗出手 就是想要避免卷入战争 不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仍然直接点名伊朗当局 认为这些冲突的核心问题还是伊朗 另一方面在中东鸿海 腥风作浪的夜门武装组织青年运动 看到美国的军事行动丝毫没有退缩 美国跟英国三号对青年运动13个地点 拱36个目标发动空袭 青年运动发言人阿布杜沙兰表示 不会被美国吓到 支持加萨的决定 不受任何攻击影响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